我想一开始我想要请大家陪着我我们默哀30秒钟 希望我们的凯凯在天上无病无痛 然后可以早日找到一个更好的家庭 更爱她的家人 记者会开始前市议员陈彬甫先为男同凯凯之死 默哀30秒钟 陈彬甫表示事发至今新北市政府儿童福利联盟 不仅为具体检讨改进 新北市政府跟不好好检讨反而讲些五四三 新北市跟儿童福他们做了什么反应呢 新北市到昨天晚上才发了四点声明 而且里面讲的全都是乱讲 包括我刚刚后面在提的 他们上面写的说相关法是儿童福介络 他们持续跟阿嬷联络 我们在在意的是什么 我们在在意的是他9月1号 由儿童福联盟转介到新的保姆之后 他们到底有没有去关心吗 他们把焦点放在说跟阿嬷联系 去看的是阿嬷还是要看小朋友 下面也一直讲说明代说法不实 他是男音求助之后就积极介入 所以他没有强制出养 出养是在之前的事情 因为有出养的事件之后才有转介 才有到目前这个令人罚子的保姆的身上 你新北市政府到现在不好好检讨 然后在那边讲一些五四三 另外我们再来看儿童 儿童儿福联盟 前天晚上 我跟儿童儿福联盟的秘书长 秘书长有通过电话 他一再的跟我讲说 他们做了该做的事情 社工压力很大 督导非常的懊恼 他们也都睡不好 我也相信他们了 然后我那时候还不是很清楚说 其实网路上已经流传了许多的照片 及最重要的是那些的LINE的对话 我还好心地提醒他说 依我看到的资料 老实讲很难相信 这样的保姆 这样的社工是真的有去督导保姆 因为他里面有提到说 保姆非常爱这个小孩 然后额头受伤 就大家如所说的 是因为公元撞到 牙齿会膜 是因为牙齿说压力太大 就磨一磨 然后小朋友不敢跟社工对话 是因为小朋友害羞 如果说真的压力太大 小朋友压力太大磨牙 是不是社工更应该去关怀 如果一个小朋友 不敢跟大人的互动 表示他是不是有所问题 更应该要去关怀他 更要去了解原因 我好心地提醒他 他跟我讲说 那个部分是因为家属 断章取玉截图下来的 他们该做的事都做了 我也相信他了 结果昨天检掉 去搜索 然后认为怀疑他 资料造假 然后还衍生了上靠的案外案 陈兵甫认为 事发以来各单位都说 做了该做的事 为什么虐童案还是发生 孩子还是走了 若制度不改变 不把问题点找出来 憾事仍可能会发生 每个单位都说他做了该做的事情 台北市政府对台北市来讲 他这个案子就是一个保姆收接收 开始接收了一个小朋友 开始做照顾 所以他们依规定 必须要第一个月里面去访试一次 之后一年内必须去访试四次 就是每一季要访试一次 并不是像其他的民意代表所说的 他们后面有四次没有去 并不是这样 是第一个月要去一次 后面一年之内要去四次 所以台北市政府认为他没有错 新北市政府认为说 我转介出去之后 我就是儿福联盟的事情 他并没有错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才说 以现有的制度 他们都说他没有错 问题是 凯开还是走了 表示现有的制度 就是有很严重的缺陷 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憾事 那至于大家 理性面来讲 法规面来讲 他们似乎没有错 但是感性面来讲 大家心里能承受这样的事情吗 因为大家的互推皮球 造成这个事情 到目前没有人可以负责 然后甚至到了礼拜一 新闻爆发之后 大家都还在推卸责任 这个就是我无法容忍 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来召开 这样一个说明会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说12月14 你已经没有做到了 老实讲 就已经该死了 如果这个小朋友 是你的亲人 如果是你自己的小孩 你会怎么去处理 你会怎么做 我想大家都要有同理心 公务人员 甚至一般民众 我们大家都要有这样一个同理心 12月14 已经错了第一步了 在这个礼拜一 整个事情爆发之后 更应该积极地来面对 而不是推卸责任 陈秉甫表示 周一事件爆发后 北市府提出七点改善计划 其中一点是他一再强调建议 未来不应由单一人员去访市 台北市政府 至少他做了一个相对积极的动作 礼拜一早上 新闻爆出 他们在礼拜一的下午 他们就提出了七点的改善的一个计划 里面其中一点 其实就是我一再也要强调 也一再建议的 就是未来的访市 不应该由单一人员去访市 因为毕竟一个人 可能他有不同的见解 可能他的经验不足 所以有所疏忽 所以未来 我们希望是所谓的双访市 目前台北市政府提出的 是所谓的第三方 就是要两个单位一起去看 两个单位一起去看的好处是 第一个可以互相监督 到底也没有到了现场 像这一次儿童儿福联盟被质疑的就是 我们这位社工 到底也没有亲自到现场去访市 如果是两个单位 互相在监督的时候 你无法去作弊 第二个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开的访谈 一位访谈保姆 一位把小朋友带到旁边 去跟他对话 去看他的反应 甚至可以看他身上 有没有不寻常的伤痕 所以这个部分 我认为这是在这个时间点 马上立刻必须就去做改进的 才能避免其他的汗室再度发生 陈兵甫也呼吁民众不要退捐 毕竟儿福联盟还有许多计划 正在进行 不要牺牲需要帮助的孩童 但希望俄福应该要讲清楚 不要辜负捐款人的信任 记者林奇惠 台北报道 请访问 我想访问